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全球灾害多发 让不少人都感叹 这个2020年很不一般 从去年一直烧到今年的澳洲山火 以及今年才刚开始就发生的血灾 坠机事件等等 这些灾难的发生 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现如今更有不少的国家 正在经历严重的蝗虫灾害 起初只是西亚国家蝗虫泛滥 不少国家因为蝗虫的清洗 农作物被毁苦不堪言 但是这些国家 一直没找到应对蝗虫的方法 导致蝗虫持续蔓延 近段时间 越来越严重 这其中就包括印度 以及我们的好兄弟巴基斯坦 蝗虫持续侵袭 八方多个地区受灾严重 棉花 古物等大批农作物 因为蝗虫的侵袭遭到破坏 这也是近20年以来 八方遭遇最为严重的一次蝗虫灾难 无奈之下 八方总理宣布 本国进入紧急状态 全力应对蝗灾 毕竟若是不尽快解决这场蝗灾 八方今年的农作物收成 将会大大的降低 这对八方而言是巨大的威胁 因为这不光是光乎民众的生活问题 还光乎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收入 但是该国应对蝗虫能力有限 这让八方上上下下交头烂额 就在八方深陷蝗虫灾难的时候 作为好兄弟的我国站出来了 向八方伸出援手 目前我方的灭黄工作组 已经抵达八方 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由我国农业农村部牵头的 中巴合作灭黄工作组 已经在近日抵达巴基斯坦 目前已经前往 八方受灾比较严重的几个地区 进行实地考察 协助八方尽快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灭黄方案 在八方举国艰难的时刻 我方派出工作组复巴 这个举动完全是给八方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不得不感慨一下 我国的效率真快 而这也再次反映出了 中巴两国亲密精尖 毕竟前几天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刚表示我国会派出 灭黄专家复巴 同八方一起制定灭黄方案 这才没隔几天 工作组就抵达八方 对于我方在关键时刻 伸出援手的举动 八方表示了感谢 该国学者更是直呼 要向我国学习 智皇的经验和技术 我国和八方之间的情谊深厚 众所周知 这些年来 中巴两国常常都是互帮互助 前段时间 我国也深陷危机 在最艰难的时刻 八方也是竭尽全力 为我国送来了大批的口罩 防护服 手套等救援物资 八方总理 更是公开声援我国 这份情谊 我们一直记在心里 所以在八方有难的时候 我国援助八方 也并不令了意外 我方灭华工作组 已经抵达八帖 只希望在中巴的合作下 八方也能尽快摆脱 这场荒冲灾害